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26岁王一博看秀,与香奈儿亚太CEO平起平坐,堪称门面担当。 近日,26岁的王一博参加香奈儿时装秀,与香奈儿亚太CEO,全球CEO和时尚大总裁等高管一同坐在了首席位置,引起了广泛的瞩目。 现场人声鼎沸,人潮涌动,所有人都为了一睹这位巨星的风采。 王一博与香奈儿高管们的座次安排明显显示出他在时尚界的重要地位。 他坐在亚太CEO的左边,而且,在活动现场还有香奈儿全球总裁亲自与他握手。 这样的待遇可谓顶级,足以彰显王一博在时尚界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王一博作为一位年轻的明星,他的参与让整个活动现场达到了高潮。 他不仅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和风采,更成为了活动的焦点。 无论是媒体还是观众,都对他充满了期待和热情。 这次参加香奈儿时装秀对于王一博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他借此向全球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他的表现得到了众多网友的赞赏和称赞,被誉为香家的门面担当。 总而言之,26岁的王一博参加香奈儿时装秀,与香奈儿高管共同坐镇,堪称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他的到来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彰显了他在时尚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无论是在演艺界还是时尚界,王一博的光芒愈发闪亮,值得我们期待他未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王一博登上了香奈儿官网封面和康鹏杂志,展现出他个人魅力。 在洛杉矶、东京和巴黎的三场国外大秀之后,王一博作为香奈儿大使,回到了中国主场观秀。 他的待遇、曝光和声量都是实打实的top。 他不仅成为了登上香奈儿官网封面的唯一华人面孔,还再次出现在康鹏杂志封面上,展现出他的魅力。 他戴着墨镜,以香奈儿的裤盖形象出现,松弛自在,演绎出香奈儿的自我风采。 此次香奈儿2023-24早春度假系列深圳发布会仿照了体育赛事一样的秀场,让头牌的明星们以SportsCam的方式在秀前亮相。 王一博身着香奈儿为发布系列蔚蓝色牛仔套装坐在亚太区总裁左边,展现出他的酷帅清纯男高形象。 他和总裁再次同框,边看秀边交流。 亚太区总裁右肯是全球CEO,再右肯是时尚大总裁,然后时尚大总裁右肯和王一博对称位置是奥斯卡影后玛利昂戈蒂亚。 王一博的位置是大使里的双C位,待遇杠杠的。 散场时,王一博瞬间被人群包围。 时尚博主们表示自己尽力了实在挤不进去,只拍了模糊的图片。 他们形容现场大概有一万人。 在众星拱月中,香奈儿全球CEO对王一博说,你太受欢迎了。 他补充道,She said you are very very loved。 这无疑证明了王一博是香奈儿的绝对心肩宠儿。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 再见。